嗯 大家好 因为上一个视频 点赞还是过时了 有点出乎意料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怎样用一款没有陀螺仪的掌机 但是让它实现陀螺仪的功能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块 这个呢 是一个六轴的陀螺仪 我们可以在淘宝上买到 可以我一会会把这个链接放到那个评论区 大家可以复制去淘宝购买 那这个陀螺仪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两个 一个是有加速度计 另外一个是有这个陀螺仪 一般我们在游戏中应用呢 还是用这个陀螺仪多一些 加速计呢 它主要是用来校准 所以我们主要是用它的陀螺仪功能 那这款陀螺仪呢 它是本身是有蓝牙功能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测试过程中 发现这个蓝牙传输 有点延迟 那不是蓝牙本身延迟 而是它这个用的 这个蓝牙的这个模块质量不太好 会有点延迟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有线功能 看啊 这有一个type-c的口 我们用一条短线 一边插到模块上 另一端呢 就连接到我们的设备上就可以了 我们通过有线来连接 那如果买到这个模块之后呢 其实它的数据是不能直接被我们的设备识别的 所以呢 需要有一个适配的工具 那个这个工具呢 我已经做好了 也会在我们的一个QO群中 为大家免费提供 这个QO群也会放到一个评论区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可以购买之后 加群获取这个适配的应用 那现在我给大家连一下看一下 那我现在是把它固定到我们的设备的后面 然后这边接上我们的USB口 需要开机啊 开一下机 我是用那个磁铁吸住的 当然不建议大家用磁铁 用磁铁可能会损害这个机械硬盘 那具体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加群之后 从群文件中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安装包 那这个安装包解压之后呢 有两个支持文件 一个是这个HID HIDE MSR 还有一个是VIGM BUS Setup 这两个文件呢 大家装一下 装完了之后需要重启一下设备 重启完了之后呢 解压出来我们的这个GYRO 目前是0.6.3的版本 我们运行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程序的主界面 目前这个功能呢 还是比较全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外置的陀螺仪 配合我们自身带的手柄 实现了模拟鼠标 右摇杆移动 左摇杆移动 还有就是赛车的功能 这些功能 那具体设置 这个视频呢 就不再详细介绍 我给大家看一下游戏中的一个演示吧 那我们模拟右摇杆 很简单 我刚才运行 打开之后什么都没管 我们直接点这个启动模拟 然后我们把它最小化 这时候我们 看一下枪火重生这个游戏 上一个视频呢 我也是用枪火重生给大家做的演示 这游戏还是非常不错的 推荐大家玩一下 可以看到啊 这样就已经有了这个 体感的功能 特别简单 后面啊 如果这个模块关机的话 我把它关掉 就已经没有这个体感的功能了 然后再把它开起来 固定在这里 固定在这里 啊 这就是我们的 外置陀螺仪的体感的使用 我们大概打一段时间看一看 嗯 这个吧 可以看到这个延迟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随便打一关啊 嗯 是不是看的不太清楚啊 这样我先把它关掉 啊 这样是没有陀螺仪的 这样是开启的 啊 我在游戏中可以随时的切换 然后我我我我不开头了一打两个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嗯 就所有的移动啊 镜头的移动都要通过右摇杆 你看有的时候就很难 打到 你看正好就是偏那么一点点 那这个游戏是有这个辅助瞄准的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 打开陀螺一功能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啊 就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打到 这一关就结束了 那我们使用陀螺仪主要是用来微调啊 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操作都依赖陀螺仪去完成 主要的镜头的移动还是通过右摇杆 然后像那种比如说我摇杆摇到这个位置 然后往这一偏啊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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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给大家做一些静态的演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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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几乎支持到所有的游戏 目前这个应用面还是非常非常广的 包括CEMU的模拟器 塞尔达 也可以使用体感 这个陀螺椅来进行体感神庙的操作 包括体感瞄准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简单介绍就到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群了解详情 并且可以通过购买链接进行购买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